我要报告来介绍的是产业自治管理 规范的一个建制 这是我目前在实惠当中在做的一个规划 首先是几年的部分 那是在今年九月底的时候 其实在台南有一个公安意外的事件 就因为泰奇的移工 他们因为不小心被电渡设备压住 然后紧急受急救之后 人家没有生命的迹象 那刚刚有跟一次这样的讨论 他其实不是我们表明出一件工会的会员场上 但是这个议题我们还是需要注重 也有可能会 如果在意外当中 我们没有考虑到风险的话 他可能会在我们的场序当中会发生 然后另外一个公安的话 他其实影响到两个主要的一个情况 一个是这个劳工生命损失的一个风险 那这边是一个 他的这个 敌人工啊 他就不小心经过这个机台 但是这个机台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自己的 动作 导致这个 这个员工被压住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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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旁边他的同事就非常的紧张 然后 想要把他救出来 然后后来再去找其他的人来 来去操作这个机台 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后面呢 这个他在操作的时候 才把他顺利的就把他 这个从这个机台方面解救下来 所以其实也弄了弄得蛮久的世界 所以其实也弄得蛮久的世界 没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 蛮严重的问题 他不仅是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 可能影响到一个家庭 或者是家公司 另外一个是这个公安日外事件 他会影响到的是老板 也就是这个雇主的一个财产的损失 那在PCB产内 他有一个在2018年的时候 有一个尽头的科技公司 他就有一个大火 然后这个大火就影响到 导致了有六名的消防队员 就是这个上命 甚至也有两名的移工 他就也是上命 然后他总影响的 这个保险公司 他总共的金额 大概是13亿以上 13亿左右 但是其实 因为这家公司 他有去做防御 所以说 公司是不用去付这样13亿的一个金额 但是 但是 这样的 他还是导致了这个人物的一个商务 甚至他们也需要 因着他们 因着这个样的大火 就影响到了这个周遭的环境 那 这家公司自己也掏出了 将近四千万的一个金额 去做 环境的一个富裕动作 那 那当然 当然了 这一次呢 他们 有了保险 但是 因为他有出险过 所以下一次 这家公司他要带保险的时候 他的银费金额 就会再上升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造成 这个雇主 还有契猎 他的一个产生的一种损失 那 因此呢 我们要怎么样 有效的 预防 执灾的一个发生 执灾的发生 不是要事后检讨 执灾的发生 要事前去做管理 事前去做预测 预判 去做评估 所以呢我们需要借由这个三个面向 包含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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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违害鉴别 风险评估以及 这个控制 改善 这三个面向 那 违害鉴别就是我们违害 到底 风险到底在哪 那我们经由 这个风险小组 或者 然后进行 进行讨论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风险评 风险评估其实呢 就是将我们 使得找出来的这些 违害人呢 我们进行一些 数字上面呢 去做排列 把最 危险的列为第五等级 第四等级 那刺激的是三二一 那 以四到五级以上呢 就列为不可接受的风险 然后 三级以下是可接受 但是他也是需要一些的控制 改善的一些措施 然后就包含 消除取代 隔离 或者是 风险控制 还有行政管理 还有最后是个人保护去 个人保护去 他有他的必要性 但是他是 应该是在这个风险评估当中 最后的一个 这个采取的一个 对策 一种的手段 那好的方式就是 借着消除或者是 低 呃 这低浓度取代高浓度 或者是低危害 取代高危害的方式 或者是做隔离 隔离就是 将这个 有危害的一个环境 或者是设备跟能源做一个区隔 让人不会到达 到达那个危害的那个环境 自然而来就能够避 这个 能源的一个伤亡的灾害发生 再来是提到说 表面处里面 他其实 常见的危害有什么 那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统细点 那 人因形的危害就是 比方说子燕病 这个肌肉恐怖的伤害的 大概占10% 那肯成呢 大概占了5% 热胃大概占了9% 噪音10% 化学品占了15% 缺氧大概029% 通通道路是12% 然后机械设备10% 电器、感电等等 是9分 最后是8% 那我们如果将这样的一个危害 分成安全面跟 那个 卫生面的话 安全面的话可能会因为 要搬运重义引起的受伤 或者是我在调地 物件的时候 他物件可能是 飞没 或者是 人员走过去 回修的时候 就被这个 电器物件的造造 或者是因为 有一些的这个 清洗液 因为 撒出来 导致 人员在滑倒 滑跌滑的一个状况 也有一些 在 攀卡的时候 有一些 抛除罪位的 一些风险 或者是 电腹液 黏酸 硫酸 硫酸等等 一个电腹液 左伤 皮肤左伤 的一个状况 在 卫生面的话 就包含 高温 还有粉尘 噪音 还有肌肉骨骼 化学品 或者是 吸入一些 血液气体 当中的一些 卫生面的情况 那就需要做一些 相对应的一些改善 包括通风台气 或者是 利力制成 碎弱 滑倒 能力工程 以及 噪音控制等等 这个是 在这个 植栽的一个 意外的一个 情况 的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 我们要常讨论的是 国际的标准的趋势 其实在 安全面有许多相当务的 一个标准 那 在这个标准的 定义当中 其实 一是从 欧洲开始 因为 为什么从欧洲 开始呢 是因为 在 就是 1760年 就是18世纪的时候 这个 英国 他 因为 那个 瓦特 他把 那个 百粮的 这个 蒸汽机 所以就有了 第一次的工业合命 之后 19世纪就有第2次 再第3次 到现在 2000年的 工业4.0 智慧机械的 自动化生产的 全面型的 一个 一个 工业革命 为了要 有这样的工业革命呢 也会发现说 其实有很多的灾害呢 是以前在 这个 在劳力密集 或者是在 农业 这个 农业经营的时候 他所没有注意到的 那在 因此呢 在为着要 面 应用这个工业革命的一个发展 所以在 在欧摩呢 他就在 1985年的时候呢 他借由一个内阁理事会呢 发布了对于 技术整合化与标准之新方案的理事会的决议 简称 另外 在这个会议当中呢 就决议了 包含机械指令 等等的这些 二十几个不同的一个 指令 direction 那也在这个指令当中呢 因为 国际的标准也是源自于欧摩的标准 所以说 ISO跟IEC呢 他们也为了要 协助这个 这个机械安全呢 他们也制定了一些的 相对于一些的标准 那 刚我们提到标准其实有很多啊 比较说有 刚刚这边提到的ISO IC 或是IN 到底 它的不同点到底在哪里 那IN呢 其实呢 它就是欧摩的它的标准 是属于区域性的标准 它的目的是要 为着要使得 这个产业呢 符合反应的规范 他们的前提 意思是说 这个要符合这样的规范 来避免一些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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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呢 他们有一些的 不安全的设备 能够产生出来 但是呢 ISO跟IEC呢 他们建议这个标准 是为了要排除技术性的一个 暴力性的一个障碍 让他们的这个产业呢 各个零组件呢 他们都能够借由一些的标准 能够整合起来 能够产生出一些的产品 那在ISO跟IEC的时候 他们在制定机械安全标准的时候呢 他们 因着这个为了要 应对这个机械安全 所以他们 有一个叫做盖格51的一个指标 来作为这个 这个机械设备安全的准则 在ISO跟IEC 盖格51的时候 他的这个是一个准则 他的准则呢 他机械安全的分成 三个阶段 三个type 一个type A type B 一个type C 然后他给这个领域呢 ISO就负责机械领域的 IEC就负责电器领域 然后也有许许许许许论的标准 能再对应到他们这些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A类的标准呢 其实就是 这个基础性的一个标准 那基础性的标准 他特别提到说 为了要达到机械安全 需要做好 风险评估以及风险的价格 然后另外呢 针对ISO14 E212 他们有这个法律 也都作为产业界做了一个参考 那我国呢 也 CMS 也翻译了这个ISO1200的这个标准 然后是可以作为 国座当中的一个参考 那另外一个B类的标准 它是群组性的一个安全标准 它分成B1和B2 B1的话就是安全事项 比方说你表面的温度 然后或者是 你的那个 煞肢离这个危险 远的一个距离 等等的一个 一个 一个标准 另外一个B2呢 是指的是安全设备 比方说是安全连锁 或者是一些的安全 连锁 或者是一些安全 防护装置 或者是指机梯子 按钮 它都有些 它相对于人籍的标准 那你可以说 B1呢 它就像是一个 软件类的一个概念 那B2呢 它就算是 物体方面的一个概念 一种标准化 那再来呢 就是C类的标准 那欧摩呢 它们也有产出许多的这个CN的标准 它就是针对个别型的机械设备的 它们有一些的标准可以做产出 比方说工业用机器人 搬移车 或是代具器等等 那这个CN的标准呢 其实是不仅限于欧摩能够可以定下的标准 其实是 我们或是各产业的 都能够来定定价值的标准 那这些标准呢 你可以引用到B类或者是A类方中的一些内 但是这个标准是可以由产业界自己来自行定定的 那就说到说产业界自行来定定 那就提到说 其实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半导体产业 这个是非常的同国啊 那我今天就昨天稍微查一下 就是这个半导体产业它的总产值 今天是营造的 那那其实呢 这个半导体产业呢 他们为了要花在他们的产业里 也希望他们的产业能够互相的能够来交流 或者做整个的 所以他们也制定他们的标准 而且他们的标准已经到今天大概 到今年大概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 所以他们的标准是SAMIN的标准 他们从半导体啊 平面显示器啊 太阳能光电的话 微电子等等的这些 已经订定了大概九八五十项以上 二十一大类的一个标准跟准则 然后也汇齐了全球各地 超过四千百名的 这个产官学员的一个专家来投入 这样的标准的订定 那目前有五十七个以上的 这个专标准委员会 以及两百个工作小组的人员 那针对这个台湾呢 因为他的这个标准 其实委员会是善意在全球各地 那在台湾呢 其实也有一些 比较主要性的委员会 在这个DHS 就是环安卫委员会 就是其中一项 那另外呢 在这个PCB 产业 就是密刷电影班产业 他们其实也在最近这几年 也在订定他们自己的一些的 相关性的标准 那他们定了 我们协助这个 这个TPCA 就是台湾电影班协会 在2016年起呢 我就订定了这个C类标准 一共有五个高风险的设备 包括烤箱啊 电鍍啊 食科啊 网密啊 以及压壳等等的这些设备 然后另外呢 在A类标准的话 我们也有一些 能缺效的一个资助 比如说提供这个产业 做使用 然后针对这个设施的标准 那他提到说 2018年的时候有这个 镜头大火 所以为了要对应这个镜头大火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订定了这个 制产排气以及化学品储存 相关性的一个设施的标准 那这些标准其实都是用产业界自己订定的 那有没有他的一个 这个追寻性呢 只要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标准是 其实是有效的 是合理的 是愿意投入的 那这样的话 他就有他的一个 这个可预域形式 那在标准呢 其实还有他有一种 他有几个大的一个方向 一个是通用型的 一个是行业型的 那现在一三个是讲到是区域型的 那每一个国家呢 都有他相对应区域型的一个标准 比方说美国的话就是AMSI 然后欧洲的话就是BS 那台湾的话就是CMS 在日本它就是JSI 都有相对性的一些的这个标准 那在标准当中呢 他们大部分都会采用 这个ISO跟IEC的这个标准 或者是说他们会适度的借由 这个当地的一个 这个文化呢 做一些小部分的一个修改 那另外一样是这些标准呢 都会跟其他的标准去做一些 这个结合跟交流 在欧盟的这个标准当中呢 他们就是以刚刚提到的 这个机械指令为核心 再来向外扩展 A类 B类以及C的一个标准的架构 在日本的话 他们是也是用这个三角形的一个方式 去订定他们的一个标准 他们也足够的将这个 这个他们的规范呢 将国际的规范 或者是做翻译 成为国内的一些的 规格或者是规范 那再来这一张呢 就是指的是各国标准的比较 那我们会看到说 其实在日本啊 在欧洲啊 或中国啊 或者是韩国等等的 他们大部分都是以这个 ISO跟IEC为他们的一个 这个标准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意区 那美国呢 跟加拿大跟澳洲呢 他们比较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的做法 但是少部分呢 他们还是在电器店 他们还是会 还是会以这个IEC的这个标准的 他们的一个基础 再来我们提到了国际的标准 我们现在要来到说 台湾的这个标准现在的现状是这样的 那台湾呢 在这个 不知道大家 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 第五条第二项 他其实这个职业法 是在103年的时候 就有所修改修正 那在第五条第二项里面呢 他就提到说 机械 设备 器具 颜料 材料等物件 他的设计者 制造者 或者输入者等等的 他们需要在设计 制造 以及输入携带来实施 风险评估 来治愈防止这等物件 发现职业招法 那他在这个法条上面 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 应该制造商 这个设计商 他们要做风险 要开始实行风险评估 但是他目前还没有一些的 这个对应一些的措施 那但是在 其实 因为我们是承接职业 治安署的一个计划 他们未来可能是希望说 再对这个法规 有一些的法规建议 那可能会以一些这个 舞蹈 或者是一些的训练 来开始来着手 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产业 能够自体的开始进行风险评估 来在源头的这个 在源头的这个阶段方中 就能够防止职业灾害的发生 所以在这张表里面 他在就是讲到这个 这个法规疫情的一个流程 这是在设计以及制造阶段 导入风险评估技术 以及进行源头管理的概念 那制造商制造安全的这个设备 那使用商购买安全的设备 自然的来就能够降低这个职业灾害 因为有时候这个职业灾害的问题 这个使用端啊 他们使用不安全的这个机械设备 那你要它能够都没有公安意外发生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其实从源头去做管理 从制造商跟设计商 来做这个切入 那会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 那也会有 如果有些的防胎措施 那这样来这个 这个职灾的发生率 就会逐年会降低 在我国的这个法规呢 他有一些的分级制度 他将这个机械设备的一个器具的 风险分成五跟等级 那首先是危险性机械设备 然后再来有刑事验证 就是说需要第三方的刑事验证合格 才能够输入或者是制造 还有一些呢 需要经过自我宣告分离 才能够制造跟输入 然后再来有一些 对于一般型的这个机械设备 比较没有指定的机械设备 他就需要必要的一个 安全卫生的设施 最后呢 是在所有的机械设备 都应该需要做到 风险评估 使得这个机械设备 能够达到一个安全性 像我们现在 如果要销售到欧洲的时候 也论是玩具啊 他都有这个C的标志 其实他们的去遇到 他们这个欧洲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设备 还有一个器具 他们都需要经过这个风险评估 那其实C的认证 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 就是风险评估 那这个风险评估 你可以自己自我宣告说 你有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是在你的这个 机械或者是在你的这个器具上面 贴个C的话 就比如说 你是做过这样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到这个 欧洲去去做销售 那在国内呢 也有一些相对的 一个反规标准的办法 在Legle 1的时候 他主要就是 比方说高压汽笔啊 或者是营造内容的 这个标升升降器啊 吊楼啊 或者是固定式起动机的等等的 这些天车等等的 一些比较 较有危险性的这些机械设备 然后另外有Legle 2 Legle 3 还有Legle 4 都有相对的一些 这个规则跟办法 还有在日子的 这些资法当中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奇怪怎么没有Legle 5 可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风险评估 那这也就是我们在 未来的这一两年当中 我们希望提出一些法律的建议 那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个 产业界关于这个 机械设备的 风险语估的一个 这个指导 有一个指导说 这个产业界要怎么样做 这个风险评估 然后使得这样的一个 在源头的时候 就做管理的一个措施 再来 再利用一点简单的时间 来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在 产业制度安全管理标准的 一个发展的规划 那刚刚提到说 我们在架构上面 我们会分成几个类型 一个是机械设备的一个安全标准 然后还有一些厂务设施的安全标准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会以这个自主安全管理标准作为一个核心 然后针对这个风险性作业 我们也议定一些固定喜动器 就是调化设备的安全标准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会发展这个 产业本质安全推动的网站 那自由的网站的一个传达 能够打破地理以及 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限制 那在推动的一个架构上面 我们会 要怎么样来 怎么样能够采出这个 这个自主管理的标准呢 我们会有一些的阶段 协制阶段 我们就是会跟工协会 或是等等的一些的代表呢 我们来做一些高风险设备的一些选定 然后选定之后呢 我们就来 借由辅导这个厂商呢 来导入一些别的技术 来分析出哪些危害是必要 一些立即要处理的 那我们把这些项目呢 整理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放到 有一个标准讨案当中 然后作为猪调的去做这个计议 然后最后呢 再跟这些工会 或者是跟这些产业代表 做一些讨议 然后将这个标准议案 最后呢 有一些设备的缺效 以及自主管理的 在推广的措施 那我们在这个 台湾电路板协会 已经执行了这个 已经五年了 在这个价格上面 其实是一个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在 那这里就简单就提到说 这个风险评估技术要怎么做 就是说 我们大概 诱导厂商都有四次 然后也包含 有这个教育训练 以及10做12个小时 然后进行 危害辨识 以及风险分析 风险平度的结果分析 还有这个安全设计的一个建议 然后最后做一个技术宣导 以及推广 在标准化阶段的话 我们就将这个厂案做来订定 那我们会有一些的项目 会参考国内的 相关的法律 以及 ISO 的标准 然后针对这个机械 或者是电器元件的设计 还有安全连锁 或进行提车 或使用诊道士的部分 来针对这样的项目 去做一些标准内容的订定 那标准要定案 需要大家取得大家的共识 所以是一定要借着工会 协会 或者是各专业文会的监视 或者会人大会方中 大家来确认其中的内容 是不是能够符合产业界的需要 或者是过与不齐都不行 要还没有共识的标准 才是有意义有效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从108年开始 也逐年在做相对性标准 和他标准的程度 在网站的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在规划 这个产业本质安全推动的网站 那会再借由一些的 这个计划当中的成果啊 资源啊 然后还有说明的档案啊 用一些这个图像式的 或者是文字式的方式来表现 这个这个产业本质安全 我们要做些什么 然后打 然后使得大家能够活络 对职业安全卫生的安全提示 跟这个计划的认识 在我们这几年 我们也开办了许多 这个国际系的 这个机械设备安全的标准 刚刚有看到 刚刚有看到有这个欧盟 它有认识ABC三类的一个标准 我们也在今年 我们也开办了许多相关性的课程 ISO-12100 14-12100 有相关性的课程 B内文也有相关性的课程 四列文也有一些 包含机械手臂啊 或者是冲床 然后检床 相关性的一些课程 那希望说更多的这个业者 能够重视这个 机械设备安全 如何能够达到新鲜身 非安全的 就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的课程 那我们在 在我们在争议过这样的年来 在TBC在推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遇到一个瓶颈 就是有些厂商 他会觉得说 这个标准对他们来说 没有特别没有意义在 是为什么 是因为使用商 他觉得说 这个标准对他们来说 好像就是没有 没有他的必要性 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标准的产出 就希望也不用 那既然 可是使用商 他觉得这个标准 没有纳入他们的 采购的一个规范当中的话 那使用商 他就觉得说 我们就不需要 追寻这样的标准 那就失去这样的标准的意义 那我们在思考当中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表面处理业 或者是技术 这个铸造业等等的 这些产业 是属于是三K型产业 就是危险的 或者是辛苦 以及肮脏的一个环境 那刚好 我们也可以借着 跟这个计划做一个集合 这是我们台中办公室的一个计划 他们从103年开始 我们逐步的针对铸造业 表面处理业 硬栏业 或者下塑胶业 可以进行一些资源补助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如果加这个标准的 去 去 这个 放在这个 这个样的补助 机制当中 是不是一个可行的 一种方向 那为什么可以想要把这样的标准 插入这样的补助当中呢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补助案 它分成安全面跟这个卫生面 安全面的话 它就做一些新设 或者是太快 具有安全性的效能的制成等等的东西 那但是它其实它没有一个 一个比较这个 详细的一个标准 比方说 你看到 线型的一个补助做法 塑胶制品 为例 它的这个 机台的补助的项目 可能是打油机 或是破碎机 那它有一些 它的这个改善的因子 但是它符合的安全 这些卫生的效能 是写的是非常的浓稠的 它没有一个数字化 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说出来说 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目标 才是一个安全 又卫生的一些社会 所以说我们可以 藉由这个 这个制定我们的产业的 这种安全标准 然后来 来符合这个 这个 如果在制造商 它设计商 他们制造的 这个的产品 它是符合这样的标准的话 这表示 它的这个设备 是安全又可靠 那结合这样的补助的一个机制是怎样呢 就是说 就像是 现在 它 有电动机车 电动机车 其实国内 为了要 让 让这个环境能够更 更 这个环保 然后国旗更好 所以就有这个 推动的建动机车 电动机车 它就有补助 可能一台建动机车 那要十万十二万 因此它有补助的关系 它就降到了七八万 那就跟一般的这个 这个机车的一个价格 差不多太多 或是多个一点万 那 这个 这个使用商 他就愿意买搭 他就说 哇哦 那我既然价格 多别别 我可以买到更安全 更卫生的设备 那为什么 有公马这样的设备 那我们也希望说 保护价的一个机制当中呢 针对 符合标准的这个设计商 制造商呢 他们的补助 就可以 可以 可以要补助 或者说补助 会比较多 可能是有符合标准的 就补助 第二个环境 那这个标准呢 是有他的用意 以及他的必要性 那以上就是我简单的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